就要吃龙虾 那儿子的习惯是吃完了 吃完剩下 爸爸给你吃 这样 我们大人家长就说了 他说我儿子给我吃 我又没拒绝 我没有吃到虾子肉 我只是沾了一点点那个酱 那个酱 结果一吞到嘴巴 吐啊吐到不能吐 哇 他说怎么那么严重 我说你才知道 吐到什么都吐不出来了 吐了十几遍 他吓坏了 所以他给我说 我对于刚开始 我一滴都不敢吃 结果这样就吃了全素 因为他决心了 不再碰了 结果没多久 头不痛了 头不痛了 所以他就问我 我说你那个 我帮他拨过杯了 冤心在主 超度了 所以我跟我大人说 你敢不敢 那个化疗疗 不要吃了 因为你现在 如果头不痛了 不要吃了 因为你已经决心 要吃素 我们呢 全体动员 回向黄文青 我们这个团队厉害吧 到处回向 我都看到我们占镜法师 我们罗清新 他们去做演讲 都站大白 海淘法师的哥哥 妈妈 哦 烟心在主 回向 大家给你 整中动员 回向 那你就坚持吃素 这样就OK了 结果他昨天来的心情 真的很好 他说 诶 诶 诶 我跟你说 没在叫我叔父的 我去医院检查 医生给我说 没有癌细胞了 指数是零 哦 不可思议 哦 我说 我才知道 你要相信英国啊 十几年来为了这个癌症 我们都很难过 担心 那妈妈呢 痛心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 一直尽力了 就是因为你放不下 儿子要吃 你就吃一点 太太煮给你吃 你又吃一点 那就会不断的发作 发作就很痛苦啊 所以昨天我们战胜法师 说 诶 师父 你们大眼看得很厉害 还有减肥 哦 年轻哦 所以气色好 声音好 心情好 脸色红润 所以他就 好 快乐得不得了 我早上再说 因为他们没有学佛啊 只要健康就快乐 对不对 只要不用头痛 什么痛苦都没有 他就觉得 哇 如如 海燕能够高飞一样 真自由 看到人的 公威啊 变强迫症 欢喜啊 所以我这个说的意思是 各位 虽然佛法 我们天天在讲 但是能深信的 没几个 那现在换我二哥了 他昨天跟我说 现在你们二哥 整天倒在那儿 为溃烊 背不起来 我说大哥 这什么意思 你有知道吗 我看看是要吃菜了 我说大哥 这麻烦你倒他 我没办法跟他说 因为他缺你 整页的 你不要把他吐了 他说他就会疼 我大哥被我二哥倒得上意了 然后都不敢跟他开口讲 以这个因缘 你跟他说一说 那你要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 我昨天还问他说 大哥 你有没有荣耀 什么意思 现身说法吗 他看着就走了 后来没有我帮你讲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就肚肚恶歌 对不对 这一段因缘吧 现在回家来了 因为痛了 溃疡了 所以他也吃不下 喝不下 你把你的真实的经历 因为本来两个拜良皇 拜水灿 两个都在痛苦 对不对 现在一个解脱了 一个又开始了 这个跟吃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还没吃素的 赶快哦 真的不能开玩笑 一点点沾一个酱而已 然后吐到天亮 所以因为这样他有感应决心 当然最大的功德是 他有一个出家地理 帮他来做功德 然后我最大的功德是 有各位在 帮我回向 所以 那这样以后 就可以超越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所八国安灾界的意思 大家口夜清净 不但吃素 过午不食 不妄于不两舌 一夜清净 今天一日一夜 不起贪嗔痴 保持正念六念法 今天一日一夜 大家上供下施 广修功德 这样一日一夜 修行超过在极乐净土 修行百年功德 因为在五卓二世 也能够不起贪嗔痴 五卓二世就随时随时地 要让你烦恼造业的 所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 我们能够得到 释迦牟尼佛的加持 佛光铸造 这样消除罪业 所以得到圆满的各种功德 所以佛陀说 佛在世以佛为世 佛不在世以戒为世 所以戒在则佛在 所以今天诸佛菩萨 特别衔接千佛 就在我们顶上加持着我们 能够在殊胜的日子 六载日 十载日 这样守八弯灾结 有意念的贤解千佛 我们要帮助这个世界消除罪业 这个世界 各位已经看得出来了 动荡不安 表面上是物质 科技很进步 实际上是内心很不安 所以烦恼动乱 所以抗议 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好 不好就怪东怪西 怪政府 怪社会 怪东怪 事实上就是这个 心不安定 佛教里面所谓莲花 莲花是长在屋里面 修行者 虽然在五着恶事 动荡不安身老病死 心里面是清静的 心里面不起心动念 而且还充满悲心 所以各位 今天守八弯灾结 也保持如此的心态 身口意清静 不但如此 保持悲心 跟悲心的行为 这样来受持八弯灾结 就像后面有人 拿个刀子要杀你 你还是保持清静 今天我守八弯灾结 他砍我杀我 我都不报复 我忍辱 我还要对他慈悲 要这样观想 就像佛陀过去 做一只龙王 跑到世界来受戒 受完戒以后 不回龙宫享受了 躲在山上 进修 那时候有个猎人 以为一只大蟒蛇 给他放毒 给他敲头 给他扒皮 我们这只龙王菩萨 都不起诚恨心 他说我今天守八弯灾结 我一动会杀死他了 我一生气 那整个山都会崩掉 所以他安忍 一心持戒 这样被扒皮了 所以皮被扒掉以后 八万四千小虫 又来咬他的身体 吃他的肉 很痛啊 那个时候他还是要安忍 在这种状态 不但安忍在这种痛苦的状态 没有我身体不是我的 万法都是虚幻的 要这样说啊 不但如此 内心说 愿吃到我肉 皮 甚至杀我的猎人 愿我将来成佛 乃至以我的功德 让他们永脱离伤恶道 将来啊 互持三宝 所以这个八万四千 从就成为佛陀 成佛的八万四千个天人 那个八大皮的 也成为佛的弟子 哪一位 提婆达多 佛依然渡他 所以我想 我们没有这种状况好修 但是呢 我们要保持这个心态 所以每次有人传简讯给我 或是告诉我说 某人得癌症 我很喜欢做自他交换 一开始我还不太习惯 因为我真的得癌症 怎么办 但是现在已经觉得 太好的机会了 愿对方的癌症 受苦都在我身上来 我们以空性 你只要按住在空性 一切都可以超越 对不对 那个时候强迫你修空性 空性就像一个空气滤镜器 洗肾机一样 你再不干净的血 透过我这个洗肾 就进化了 这个人又可以活下来了 洗肾机自己也没有污染 所以因为他有空性 脏的东西 存在一个罐子里面 再把它倒掉就好了 所以各位你要修自他交换 众生的痛苦在我身上 所以我安住空性 生起悲心 愿所有的功德又给他 所以我们多了一个修行的机会 空性与大悲 菩提之良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保持这种心态 贤结千佛的功德在我们身上 只要我们按照八观灾戒 不起贪嗔痴 身口意不造恶业 保持正念 我们就有这种持戒的力量 来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然后呢 用这样的心态 消除所有众生千结罪业 我们又广修功德 在八观灾戒 授戒的期间 点的一盏灯 供的一个花 念的一句佛号 都增上亿倍功德 又加上六灾日 十灾日 神通业 十亿倍功德 我们大家现在是功德无量 那以这样的功德 自他交换 布施给整个众生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六道友情 接我父母 所以来布施给他们 一方面消除他们的恶业 透过自己的悲心净化 二方面呢 增加他们的福报 愿往生者同生净土 献世者消灾严寿 发菩提 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 神起这样子的情况 来受八观灾戒 当然受八观灾戒 不是今天受 希望大家每个月六日 保持这种心态 然后来生活 大乘佛教不是叫我们 每天就关在佛堂里面 打坐念经 这只是暂时的 你早上在家里 受两个钟头 八观灾戒 然后呢 其他十几个钟头 去上班啊 去面对众生啊 去世上啊 去祝念啊 透过我们的身口意 然后呢 把佛光普照 所以大乘佛教 最重视的是什么 来 以出世的心 做入世的工作 入世的关怀 千万要注意 大乘菩萨道呢 不分在家出家 特别在家菩萨 功德比我们大 所以观音菩萨 保持在佛性 一心念佛 然后他的行为呢 千百亿化现 去老男院 尽力的去带人接物 去面对世界 哪怕这个世界 今天你没事干 你就在市场走一走 你在市场走 凡是看到你 经过你身边呢 都得到你力量的价值 就像我们出家人 各位你想想看 今天你穿了一件 黄海青红架衫 走在市场 人家会不会看你 搞不好还拿零钱 丢在你手上 师父你来拖拨 是来拖拨的 愿你的业障给我 愿我的功德给你 因为别人都会看你一眼 所以我想一个手 八卦安在戒 外表怎么样 随缘 但是你 你这个戒的功德力 就可以呢 你走到哪里 就净化到哪里 把快乐带在哪里 所以特别各位 可以显现在家乡 然后意念的 八卦安在戒的功德 这个是保持正念 最快的方法 我们在佛堂打坐念经 很容易专心 但是我们在菜市场 五卓二世 很容易动念 但是在动念的时候 你还是一心持戒 那才知道说 有境界有众生 你才好修行 你不生病 还不懂得念佛 对不对 你一生病 就会意念佛法 希望超越病苦 所以我想 修行有各种的方法 随顺一言 那各位在我们这个世界 就像我们今天说 八卦安在戒 这边是台中市区 楼下有百货公司 这是一个热闹的世界 那五卓二世 都市里面 能够成立 道场讲堂 大家在这边 念佛 诵经 持戒 做善事 功德大不大 大 不一样 所以我想 各位有家庭 所以佛陀说 这个八卦安在戒 是让有家庭 却有善根的在家菩萨 种下出世的善根 解脱的因 成佛的根 这是更难得的 所以来 翻到最背面 我们念一下 受持八卦安在戒的 殊胜功德 能够这十二条 来帮助世界 帮助众生 各位啊 再背一遍 来 帮助众生 就是成就自己 慈悲 是开悟空性 成佛最快的方法 所以八卦安在戒 功德是什么大 但是呢 我们一心一意 各位今天受八卦安在戒 多去医院走一走 每一家医院跑 看你一天 可以跑几家医院 就把功德融入 在每个医院里面 屠宰场 殡仪馆 因为你受了八卦安在戒 不得了啦 就像我师父各位说